Yo what's up it's Enzo 欢迎大家来看我的视频 今天我来为大家推荐几双高性价比的实战鞋 首先要提醒大家注意一下性价比不等于便宜 如果要来评价一双鞋的性价比 球鞋的综合性能是要放在第一位的 其次才是价格 所以这期视频并不是带着大家去讨白菜 而是真正的为大家推荐一些 我个人认为实战性能非常不错 现在又有好价格的款式 所有我推荐的鞋款都是我亲身实战过 并且出过实战测评的 没有实战过的鞋 我个人就无权评价了 这些球鞋所属的价格区间都不太一样 实战的性能也不一定适合所有人 所以在性能上 大家可以根据我之前出过的实战测评视频 来酌情选择 在盘点开始之前还是要提醒大家 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的视频 千万不要忘了点击订阅或关注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的视频更新 我的老观众也请记得先赞 先分享 B站的用户还可以一键长按三连 首先我要推荐的第一双近期高性价比好鞋 就是Adidas ProModel 2G 相信从零几年开始就玩球鞋的老鞋迷 对这双鞋印象都是非常深刻 今年最新的这个版本 在保持了原有造型的基础上 把中底升级成了全掌Bounce 同时标志性的Torsion System得到了保留 全掌Bounce的调教也是比较韧坛 实战起来完全不输现在的新款球鞋 由于它的鞋面结构非常传统 在前掌的部分 可能脚感并不是特别的舒适 需要一段时间去磨合 但磨合好之后 这还是一双非常不错的实战鞋的 并且这种皮质鞋面的球鞋 是越穿越舒服的 再加上简单百搭的外观 是非常适合学生党的一款球鞋 并且它现在的价格也是非常的美丽 也就是个三四百块钱的水平 有的时候还会碰到更便宜的 我在之前的实战测评视频里面也说过 这是我认为今年必入的一款鞋 尤其是它现在的价格已经非常低了 如果有兴趣的话 真的不用犹豫了 我个人也在国内又收了一双红蓝鸳鸯配色 在家里存着 然后来到第二双 米切尔一代 已经低到离谱了 有些配色也就在三百块钱左右 在实战表现上 虽然我对它的性能评价并不是特别的高 因为它并不是一双能够 大幅度激发你运动能力发挥的球鞋 但我也不可否认 这是一双没有硬伤的鞋 并且在支撑稳定与保护性上 这双鞋的表现是非常出色的 从它的发售价来看 就已经是一双性价比非常高的鞋了 现在再掉到三百来块钱的这个价格 真的是再划算不过了 丰叔还要提醒大家 在入手之前一定要注意它的尺码选择 这双鞋尺码偏大 要按照平时耐克码小半码来买 否则会出现后跟祖传不跟脚的情况 第三双同样是来自Adidas 是一款18年的老鞋 它就是Adidas哈登三代 哈登三是我在18年最喜欢的实战鞋之一 同时如果放到全场比赛的表现来看 哈登三就是我2018年心中最强的实战鞋 但哈登三其实是比较挑打法的 我个人认为它最适合的类型就是 经常打全场的地板流球员 穿着它全场跑动 真的是非常的流畅 它的鞋面包裹非常舒服 而且在前掌的外侧还有内侧 都有着非常好的支撑性 中底虽然采用了全掌的boost 但是重心非常的低 不过也带来了一个问题 就是它的缓震极限比较低 所以并不适合经常跑跳 或者说体重特别大的球员来使用 但如果你在场上的打爬 主要是灵活变向还有跑动的话 这双鞋应该会非常的适合你 会给你一种贴地飞行的感觉 它有着这么优秀的性能 会让你感觉到 即使是你用原价买了的话 也不会感觉到亏 之所以推荐这款老鞋 就是因为即使到了现在 市场上依然有很大的库存 比较便宜的配色 也就是500多的水平 这个价格如果打法合适的话 我真的非常推荐你入手 第四双我推荐的是Puma Apro 这也是我认为性能比较均衡 没有硬伤的鞋 而且它会随着你的穿着 越来越好穿 并且它比较全能 各个类型的球员 基本上都可以驾驭 这双鞋其实并不是白菜价 依然还是要五六百的价格 才能入手 我推荐它主要是因为 Puma在篮球鞋市场上 依然还是一个比较小众 还算是比较酷的一个品牌 穿这双鞋出去打球的话 也不太容易撞鞋 同时我认为Puma Apro 是代表了Puma在篮球鞋上 性能方面的最高水准 领先其他几款球鞋 至少一个level 我在测评中对它的评价 也是挺不错的 所以说如果你想要一双 比较有个性 实战性能过关 价格又不错的球鞋的话 Puma Apro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第五双要推荐的是一双 国产球鞋 就是安踏的GH1海沃德一代 这是今年让我比较惊喜的 一双国产球鞋 尤其是安踏的鞋圈形状 现在做的已经非常舒服了 在我之前的实战测评当中 也给了它很高的评分 各方面的表现都非常均衡 有几个配色 外观也很亮眼 重点是这样一双 性能颜值都很好的实战鞋 现在的普遍入手价 已经低至300元以内 还是一款球星签名鞋 真的是买不了吃亏 买不了上当 接下来第五双要推荐的是 欧文六代 这双鞋是我认为 Nike品牌这边 最值得入手的球鞋之一 是Nike这边非常难得的 设计比较用心 鞋面材质也是比较复杂多变 做工也很扎实的一双实战鞋 并且它的主人 是大家都非常喜欢的 Kerry Irving 今年也是由于特殊时期 欧文球鞋的价格也出现了下降 比较便宜的配色 也就500多块钱就会入手 它的实战性能 也是非常让我满意的 前掌的弧心外底 会让你的变向登地还有突破 包括防守中的横移滑步 都更加的顺畅 它鞋面材料也非常结实 对于脚掌的锁定性也很强 在球鞋各个方向的支撑 也是很到位的 而且这双鞋子货量 真的很多 配色的选择空间也很大 如果看到有喜欢的配色 还有好的价格的话 真的是非常值得去入手的 第七双还有推荐的是Zoom Rides 大家都知道 2019年最香的实战鞋之一 在我的19年实战鞋排行榜里面 它还进了Top3 说实话 目前它的市场价并不是特别的白菜 最便宜的配色也要五六百块钱 个别配色价格还要更高一些 但就像我刚才说的 性价比从来不只是看价格 最重要的是它的性能 以它的性能在这样的价格入手的话 它的性价比是非常高的 这双鞋我认为是有资格 来继承Hyper Dunk系列的 它的设计定位是一款团队鞋 各个位置都可以穿 在NBA我们也可以看到 很多的内线球员在穿这双鞋 而并没有多少人在穿Alpha Dunk 对于外线球员来说 它的前掌重心有点偏高 所以并不建议追求灵活的 一号位全员使用 这双鞋上我最喜欢的点 首先是它前掌的中底 还有气垫的推进感非常强 起跳和跑动中登地是非常有利的 另外它鞋面的包裹性也非常的好 可以包裹的非常紧 然后给你一种鞋脚一体的感觉 另外它外底的纹路设计 无论在室内还是室外 都会比你非常好的抓地力 美中不足的地方 就是由于鞋面材质的关系 球鞋内侧足弓的地方有些偏软 另外时间久了之后 后跟的Fylon中底 也会出现一定的衰减 其他的我真的挑不出什么槽点了 我要推荐的最后两双 其实价格都不便宜 但是以现在的折扣力度来看 还算得上是性价比比较高的鞋 来到第八双詹姆斯17代 估计大家都想不到 我会把詹姆斯17 放到性价比球鞋推荐里 性价比主要看的还是球鞋 本身还有你能够入手到的价格 从球鞋来看 詹姆斯系列是耐克前名鞋的头牌 科技配置也比较有牌面 原价也是最贵的 这双詹17在实战性能表现上 也是最近几年的詹姆斯鞋款当中 我最喜欢的 真正穿搭实战过的朋友 应该会有体会 就是它实战中并不像 看起来这么笨重 它的灵活性 斜角一体性 还有场地感 都是进几代当中最好的 它的中底采用了非常柔软的 Fylon填充 在前掌做了非常明显的分区设计 配置上前掌两块Zoom Pass 后跟一个大大的Air Max 270 这个配置其实更适合于 爆发力强 体重比较大的 内线封线球员 虽然不是特别适合 但也并不能阻止我 喜欢穿它去打球 我在穿它打正式全场比赛的时候 也给了我非常好的体验 詹姆斯的球鞋 一直都因为定价很高 还有配置的原因 使得它的受众都比较窄 但是现在由于有很多的 詹姆斯球鞋库存要轻 价格已经不再是问题了 我最近真的在网上看到 很多五折以下的战士7 所以如果你是詹姆斯的粉丝 或者是喜欢詹姆斯的球鞋 更重要的是 如果你的打法和这双鞋相契合的话 以五折以下的价格 入手一双詹姆斯的正代签名鞋 是绝对不亏的 最后来到第九双 依然是价格不便宜 但是性价比很高 非常值得入手的乔丹34代 作为一年一度的乔丹正代 无论是从科技配置历史地位 都是每个鞋名非常值得拥有的 另外今年的34代实战性能 也是非常的爆 球鞋很轻 系列的脚板很弹 还有防侧翻的保护性也非常不错 我最喜欢它的地方 就是它特别适合跑跳 能够帮助你更好的发挥运动能力 我也把它排在了 2019年最适合扣篮球鞋榜单的第一名 后来34又出了第一棒版 我也就在国内入了一双郭艾伦配色 不过也只有当我回国的时候 我才能穿上那双鞋了 其实毋庸置疑 乔丹34是一双值得入手的球鞋 而在市场价格上 我认为只要你能在1000元以内 入手AJ34都是非常值的 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最后感谢您的观看 感谢您的支持 This is ando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